歡迎收看 三題二姐妹會 台灣一直是大家口中 那個美食很多的王國 對 其實之前 美國時間有做了一個 台灣必吃四十樣小吃 裡面包括什麼滷肉飯 牛肉麵 小籠包 臭豆腐 超多 真的 然後每樣東西真的都超好吃 我們只要聽到別人說 這個我不喜歡 我就說 那你吃別家 真的 就比老他喜歡為之 真的 我們每個人的心中 都有一家最好吃的蠔阿米酸 還有滷肉飯 還有牛肉麵 對 但是有些食物 它的食物跟它的名字 就搭不起來 比如說像台灣人很愛吃的是 青蛙下蛋 青蛙下蛋 螞蟻上樹 對 那很多新住民來到台灣 看到螞蟻吃青蛙 還吃它的蛋 很恐怖 但是這些都是美食的名字 但是它們跟它們的名字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關係的 對 OK 所以我們接下來好好聊聊 有哪些名不符實的美食 OK 和我們的新住民朋友們 好了 你們剛剛有吃飯了嗎 沒關係 這都不重要 因為今天準備很多美食給你們吃 而且今天還有我們的韋帆 對 加油囉 韋帆 對 韋帆是一張白紙 我們要把它弄黑 對 對 OK 我們要來告訴蕾蕾 用打些東西是名不符實 我們上菜囉 1 2 GO 來 看第一樣這個 我們看看是什麼 1 2 3 5 這個什麼 天 天雞 火開是活的是不是 我吃的是這個 你們看 我吃的天雞是炸雞嗎 對 一樣 哪裡一樣的 我吃的時候 我以為這個是 這個是 因為是甜雞 我是外國人 我怎麼聽得懂 甜雞 甜雞 你看它的大腿線條 是不是一樣 一樣的 噁心 可是這個你敢吃 這樣子的 我沒有敢吃 我只是試試看 很多人說味道很像雞肉 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我覺得有點噁心 所以你第一次看到甜雞 你以為是雞肉 然後問了人家才知道 這個是青蛙 我繼續吃的時候 他們說這個是青蛙 我快吐了 但是味道OK吧 不OK啦 味道不好吃 我吃過了石肉 石肉我覺得比較好吃 大家桌上都有 甜雞 真的嗎 對 這個味道好濃烈 不要吃 這個是我們兩個的 這個是你的 對 各位同學還可以嗎 人間美味 今天太好吃了 台灣人都可以接受 韋帆 韋帆怎麼樣 好好吃 可以沒吃 連韋帆都覺得好吃 會有筷子 其實他們的國家也有幾個 對啊 法國也有錢 法國有錢雞 對 可是獨家 我真的要勸你 像我們台灣 一般人都從小吃到大 吃這個甜雞 你看像李懿 他就是吃甜雞 才會變得生態 這麼好看 腿這麼長 他的比例就是因為 我都是吃甜雞的關係 對 沒有關係 吃甜雞有紀錄 不要再業配了 其實他吃起來就有像 沒有那麼多雞肉的雞肉 沒有那麼多肉的雞肉 沒有那麼多肉的雞肉 今天這個真的好吃 弟弟 各位 這個是今天最好吃的 我也會 好吃 我最想要吃 我覺得它是障礙 對 Janny 你敢吃嗎 敢吃 因為這個亞洲在很普通 對啊 我也不敢吃 你也不敢吃 可是我不敢吃的原因是因為 我小時候有掉到甜蛙池裡 在天津池裡 所以我很怕甜雞 怎麼有這樣子的機會 可以釣到青蛙池裡 對 好吸引意思 就是人家養青蛙的那個 好好吃 釣進去 對 然後我就很害怕 那這樣好不好 那如果 陸徒家 我問你 如果這道菜 我們叫他就是 就是三杯雞肉就好了 那你敢吃嗎 也不敢吃 因為他已經知道 如果我知道這個什麼青蛙的話 因為不是味道的問題 我吃的時候 我想到他的臉 我很感動 對 其實很難過的 我有一個經驗 我畢業典禮的時候 帶一群朋友去 慶祝畢業典禮的時候 去那個熱炒點 他們是不是菜單有一個 那個三杯區 在裡面有一個三杯點擊 我看到那個區我以為正常 但一直起來就想說什麼QQ什麼 比較冷什麼比較喜 直接去問 然後後來就朋友都罵我 因為我就叫他們去一個 奇怪的東西 我們會先想動物長得怎麼樣 才會去思考我們在做什麼 所以感覺 我自己感覺很 但是雞也是長得 他也是一個很可愛的 你覺得雞蛙有哪裡可愛 我不一樣的動物 不一樣的 雞好吃 我覺得你真的是名字的問題 因為這個 我之前吃青蛙 我也覺得它跟雞肉不一樣 可是今天吃這個真的是 是好吃的 跟雞肉一點關係 你們吃多一點 你們吃多一點 謝謝 好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第一道 接下來第二道 好的 文綺老師要來介紹的是 對 其實說到青蛙 它還有一種東西是 真的名不符實 是 然後它的名字呢 那就是叫做 青蛙下蛋 是的 我們來講 歡迎大家看 青蛙 謝謝大家 今天我們是試入青蛙嗎 真的 青蛙有關 我跟你們說 這些都會 出出蝌蚪喔 不能夾著 不能夾著 不要嚇它們 這個我 你看它的杯子上面 有一個青蛙 有 然後它就會感覺 是這個青蛙 下出了很多蛋 剛剛塗加那一隻 的蛋 對 對 親子動 其實這個青蛙下蛋呢 為什麼會叫青蛙下蛋 其實是因為 其實這是一個很有名的 台灣小吃 其實這個 發明這個青蛙下蛋這個人 其實在我們民國大概67年 它就已經開發出這個 當初是這樣子的 這是最經典 我記得我小時候 去士林業師都是喝這個 然後他們是 其實是把粉圓 加入黑糖去熬煮 然後這個黑糖 那個黏黏的 就會黏在這個粉圓上 可能大家都誤會了 以為說是青蛙的蛋 其實根本 跟青蛙的蛋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們先喝 我們再跟你們講後面的故事 真的沒有跟青蛙關係 完全沒有 OK 完全沒有 我保證這裡面青蛙絕對沒有來過 對 因為他們還沒孵化之前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了 對 可是甜蜜 也沒有奶酥嗎 這個就是珍珠奶酥 你們有覺得跟平常珍珠不一樣嗎 有嗎 有一個很像魚眼睛裡面 會有點QQ的東西有沒有 就是青蛙的眼睛 你也講給我什麼 跟小林剛 沒有啦 跟青蛙沒關係 它一點關係都沒有 其實就是粉圓上面 就是粉圓糖水 就黑糖的 熬煮的 真好喝 但是有些人是不是今天第一次 喝到青蛙下蛋 因為我們今天喝的是改良版 就是加牛奶的 我是第一次 因為我之前看到這個青蛙下蛋 看到這個名字 然後我就走了 我就覺得這個名字 我沒有辦法去喝 這個是不是真正的 但是很多人說 青蛙下蛋好好喝 你嘗嘗好好喝 他說 青蛙下蛋 怎麼能喝下去 它那個是粉圓包在那個 很黏稠的那個糖水 黑糖 但它是青蛙下蛋 對 沒有 因為它黏稠的感覺 所以很像青蛙的軟 這意思 對 所以它跟青蛙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它是被名字耽誤得也好喝 對 沒錯 大家都喜歡嗎 喜歡嗎 還好 就是徒家還好 徒家還好 你們一直說青蛙 青蛙現在喝不下 這是我們第二道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來 接下來下一道 名不服食的 這一道菜 是我第一次去台灣那個熱炒店 我朋友說一定要點 這是百分之百的台灣菜 很好鬆飯 一定要點 那我看說 蒼蠅頭 那我聽蒼蠅頭 我覺得因為台灣那麼大 吃這種奇怪的東西 應該也不奇怪 因為可能是養殖的 或者是可以補充那個蛋白質 是不是身體會好 所以我沒有怕 我反而是期待 那結果呢 就是菜上了之後 沒有怎麼樣 蒼蠅頭 它就是韭菜 皮蛋跟豆豉 豆豉還有豬肉 絞肉 炒一炒 就這樣子說是蒼蠅頭 然後我是有點失望 你要真的蒼蠅 因為如果是蒼蠅的話 我覺得可能是 台灣鼓掌味 很多說是台灣鼓掌味 很補 要吃 這樣 那這個就有一點失望 大家可以吃吃看 我們可以吃吃看 因為其實大家 蒼蠅頭都會以為它是川菜 因為它都是炒辣 沒有 我跟你講 這是一個台灣人發明的菜 因為他去四川學做菜之後 回來自己發明了這個 就在川菜館做的這一道 蒼蠅頭 然後裡面的重點就是 它的皮蛋 我覺得好好吃 真的 而且有皮蛋是這幾年新開發的 豆豉蛋 因為之前好像沒有皮 對 以前沒有皮蛋 以前沒有皮蛋 然後它一顆一顆黑黑的 可是它為什麼要加皮蛋 皮蛋這種東西 真的是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 皮蛋是之後的 你沒辦法接受 超好吃的 皮蛋好吃 我寧願蒼蠅炸一炸 我可以吃 皮蛋我不行 皮蛋我不行 我換成真的蒼蠅頭可以 皮蛋我不行 多次可以補眼睛 我眼睛不用 好吃嗎 可美 可以 大家都有吃嗎 台地OK 貝南多你敢吃皮蛋嗎 我敢吃 只要是 它的褲子也好心 只要不是青蛙的話 青蛙的話我就OK了 好 謝謝 蒼蠅頭 謝謝 謝謝 好 你想要介紹哪一道 聞到你們兩個人 嘴巴裡皮蛋的味道 有 你還好喝 是不是覺得很下半 肚子都熱了 太快了吧 好 那個言歸正傳 我覺得這一道是我來台灣 就是最不敢吃的一個東西 最懸疑的一道菜 對 因為我就是第一次來的時候 然後我朋友跟我說要去台南 去台南一定要吃的東西 就是 棺材板 沒錯 棺材板 然後我想到的就是那個 棺材板 對 很可怕 然後他就在夜市買了個棺材板 然後這樣嚼一嚼 我就說我的媽 你居然吃棺材板 這個名字我看到 我就絕對不會買它 然後它是 對啊 你 你很好吃的樣子 很好吃 它真的 第一 它很甜 太甜 然後第二 如果我覺得 它是鹹的 我 沒有 它麵包是甜的 對 但是裡面是像是濃湯 不重要 所以它是甜跟鹹加在一起 所以這道菜 如果在沒有燈光的狀況下 是很陰沉的 對 很陰沉的 很有怪的聲音 它為什麼叫棺材板 就是下面是個棺材 然後上面是個板 會把它蓋上去 然後這個棺材 對 也就是棺材蓋 我說這個不極力吧 這個不能吃 不太好 沒有 不極力 其實棺材板以前 其實在台南說必吃的小吃 一開始叫 所以因為它裡面有放一些雞杆 後來有個老師看到這雞杆板 覺得說 它弄起來很像棺材板的感覺 所以就把它叫作為棺材板 然後名字這樣來 然後到最後 是為了求吉利 棺材的棺最後是改成是 生棺 生棺法材的棺 我覺得其實這個棺材板 其實對我來說 沒有什麼很奇怪的 因為像我們 西方我們美國也有類似的東西 我們有 可是我們的名稱就不是奇怪的名稱 所以我覺得問題永遠都是 台灣人想要嚇人的 對 他們選這個名字 因為這是正常的 你們害怕的表情 就是名字 對 你們就是靠這些名字 嚇人的 然後你就 你來吃 除了臭豆腐之外 臭豆腐其實是很臭 也是豆腐 你看我們的叫什麼 麵包丸 麵包丸 你看這個好臭 好臭 好臭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就這樣 好臭 對 直白了 拜託 而且裡面裝的東西差不多了 就是一個濃湯 看要裝什麼肉啊什麼之類的 麵包也好好吃 但當然我們的沒有那麼甜 我唯一不喜歡台南的是 因為麵包太甜了 但其他我都覺得很好吃 我喜歡 就是覺得 台灣有這樣的浮跳牆 你這個關卡板牆要嚇誰啊 就換個名字嘛 升官發財 那個如果叫鱗骨湯 你敢吃嗎 你說骨灰湯吧 骨灰湯 骨灰湯你敢吃嗎 老闆來個骨灰湯 拿了幾分熟的 好 就是吸筋啦 OK 謝謝 謝謝林辰 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什麼 就是一個東西叫做 七里香 你說是一個香料嗎 對 為什麼 連其他的動物什麼東西都沒有 它就是一個香而已 是 那怎麼吃啊 怎麼吃它 我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 好吃 好吃 就是這個 那時候 人家就直接跟我說它是什麼東西 它沒有跟我說七里香 沒有人 像你那樣子想要騙我的 什麼樣子 他就跟我說 這個就是一個 對 但我覺得雞屁股 其實我吃了之後 我有朋友帶我去夜市 然後就幫我買這個雞屁股 他說 這個對你皮膚非常好 很健康的 然後我就 雞屁股 你確定 他說對 然後他說你要吃 然後我就吃了 我就說 七里香也不用啊 你可以叫它 雞尾 我跟你講 因為我以前也不敢吃雞屁股 因為我在吃的時候 邊想說 它是大便出來的那個地方 對 那吃起來會不會有便便的味道 對 我腦中非常多畫面 但有一天我不小心誤吃了之後 變成超級喜歡 因為它鹹酥氣炸過之後 超香的 炸的東西哪裡不好吃 有些不好吃 對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 這個雞屁股這個 七里香太特別了 它這個名字太特別了 所以我後來就是為它寫了一首歌 好像有什麼 有什麼 好有感覺 好的 我們來 吉利香 吉利香 Chicken butt We should all try Chicken butt 吉利香 Chicken butt Come and get your chicken butt 來 來 這一天從今天開始有 七里香在YES會大賣 對 很愛吃到這首歌會有主題曲 真的 真的很厲害 這個有人敢吃嗎 好硬喔 不行啊 好吃 是不是 到底是好吃的不好吃 吃吧 對女生的皮膚很好的 對啊 大家都是這麼說的 有個軟骨在裡面 其實你你是要吐掉嗎 對不對 其實跟肌肉一樣 好軟啊 這是脂肪啊 對 就比較厚的脂肪 就他屁股這個有個 其實我們不太知道 你設定那個是骨頭 那是可以吃的 有骨頭啊 因為很多尾巴都會有一個骨 就像你媽咪 媽咪也會有骨頭在她的尾巴 所以它口感是不是很多層次 有嫩嫩的 對不對 又多汁 吃屁股 屁股 YES 好不好 所以如果女生想要 雞皮虎 對 雞皮虎 好 所以你要幫我們介紹 是哪一個你覺得 大廚 這道菜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們有一次也是去熱炒店 是 因為我本來 因為宗教的關係 有一些東西 像豬肉就不吃 是 所以通常點菜都是我在點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到一道菜叫做 這個 魚香茄子 然後我就很興奮 就說 應該是還不錯吃的東西 結果來了以後 發現裡面 結果吃下去 結果是豬肉 因為我不能吃豬肉 我就趕快把它吐掉這樣子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去問說 為什麼這裡面會有豬肉 他說沒有 這個本來就是豬肉的料理 我想說那魚呢 為什麼會吃過魚呢 然後連我的朋友都說 這個本來就沒有魚在裡面 很奇怪 而且魚的味道也沒有 一點都沒有 跟海鮮沒關係 對 跟海鮮 一點關係都沒有 大家之上都有對不對 好吃 可以試試看 有人之前就吃過魚香茄子嗎 是 如果不吃豬肉 香港會放那個鹹魚 鹹魚 所以香港的鹹魚 對 好吃 不行 薇凡 薇凡 可以嗎 薇凡 薇凡是一個指標 不錯 因為我們的泡椒 其實很適合搭配魚類來烹調 所以就被稱為是 泡魚辣椒或是魚辣子 慢慢它演變成一種 泡椒來調味的一種味道 而且變成一種菜 所以就被稱為是 魚香 再來就連魚都沒有 對 所以魚香跟魚是沒有關係的 對 它是一種調味的方式 我小時候一直以為是 茄子長這樣軟軟爛爛 很像是魚肉煮爛的 結果不是 就是因為泡椒的關係 所以就叫做魚香茄子 好好吃喔 好的 謝謝 這算是 謝謝 好 好 被難說 你要介紹是什麼 我這個 我這一道菜我覺得很厲害 你們很厲害的點就是 一看到它 你們就覺得 是一個 是一個 胡咬豬 對 胡咬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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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咬你 對 這個東西我覺得很專業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名稱 很準 是 對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東西看起來好像是 一個老虎的嘴巴 一個老虎的嘴巴 然後裡面 咬的豬肉 因為本來就是豬肉 所以其實我沒想到 一般的瓜包可以有這樣子 那麼創意的一個名稱 是 但是我聽說這個也不只 只是它的特別 它的特色在哪裡 它的那個口感 因為它裡面有那個花生 你為什麼把他一下幫了 你為什麼 幫你搶去 已經這樣子弄了 弄了 他們是這樣子咬嗎 咬一咬 咬一咬 它的口感也很特別 因為它裡面的那個 花生 然後 可以算在酸酸的 甜甜的 然後其實也聽說 它這個也很豐富了 因為它也可以把 就是當成一個發大茶的 一個文化的傳統 你把 對 你把去年所有不好的運氣 全部包進去 然後吃下去 吃藥 對 你就會吃起來 不好的運氣 然後各年就會 帶來好的運氣 新發大茶 是 所以我覺得就真的滿特別 所以這個你敢吃嗎 我非常敢吃 整個東西都放在一起 是 很好 搭配跟這個東西 而且它裡面包的東西 其實都是以前 我們農村的時候 以前耕田比較辛苦 那如果吃包子的話 可能會感覺比較 枯燥乏味 所以裡面就會弄一點 乳肉在裡面 然後買點花生粉 還有這個 我們的這個酸菜 都是很代表我們 就是農村的生活 超棒的 對 然後下午點心 就吃這個東西 然後一直演變到今天這樣 好 謝謝 所以大家知道 什麼東西 嚇到過這個東西 之前我老婆有賣給我 是吃的那個 然後我聽它這個名字的時候 真的嚇到 因為我知道台灣有一些 對我來說奇怪的事物 然後我不敢吃 然後他一直給我說 真的是牛的舌頭 乾煎牛舌 對 我們把它一直烤 經過七七四十九天 它就會變得很飽 對 把它水分全部都烤乾掉 對 他很相信 他明明知道 對 就是這個 牛三匙餅 是 然後他就跟你說 這是牛的舌頭 對 然後他就拿一個 然後給我聞 然後覺得 很奇怪 有甜甜的味道 所以他是不是在騙我 然後我吃以後我就發現 對 是一般的餅乾 大家好吃嗎 好吃可是我覺得 這個不夠甜 是沒有 不夠甜 這個很甜的耶 這個是賣牙塔的很甜 牛餅乾 好吃 所以大家都喜歡牛舌餅 全場最好吃 要喜歡入場的 OK 所以你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 OK 大家不要這被名字嚇到囉 好不好 牛舌餅沒事喔 好 謝謝 好 好 接下來要幫我們介紹一個 特別的食物 也是很特別的東西 對 我要介紹一個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圖案 這是什麼啊 黏土 其實你遠看會覺得 它可能有點像魚板 遠看 但事實上它其實吃起來 完全沒有關係 它是用在來米做 它其實是澎湖人 會在冬至的時候 因為冬至的時候 大家會吃湯圓 對 那對於澎湖人來講 其實它就是在地的一種湯圓 還用在來米去捏去做 然後因為捏出來之後 只有米嘛 所以就會白白的 他們就覺得有點沒有意思 就會用一些食用色素 把它做成雞的樣子 點綴嘛 然後鴨的樣子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 雞母狗仔 事實上澎湖有澎湖的台語腔 所以我這樣發 可能也不是很準 那基本上就是這個名字 然後因為以前澎湖的人 也比較辛苦一點 那因為過年或是一些大節日 都要宰那種牲畜 拜三生嘛 所以他們後來就覺得 可能沒有辦法每一個 節日在祭拜的時候 都去宰殺這些牲畜 所以他們就用這個 把它變成一個比較素的三生 去做一個祭拜 那所以大家如果去澎湖 在冬至的時候 可能就可以看到這樣的食物 基本上是沒有味道的 它就很像我們在吃湯圓 有的是鹹湯圓 有的是甜湯圓 會取決於你怎麼去煮它 它是吃它QQ的口感 只有冬至 冬至比較常見 因為平常說實在 大家不太會去吃這個 這個超級的 而且還有小兔子什麼的 超可愛 對 就會隨大家 就當作一個 以前比較窮困的時候 一個趣味的一個食物 這樣子 很有歷史故事的那種 是的 OK 其實民不福祉的食物 其實世界上其實很多 不是只有台灣油 像香港也有那個沙尿 沙尿牛丸 可以打乒乓球的 對 那個是秋心池 對 沙尿牛丸跟尿 應該沒關係吧 沒關係 可是因為它跟那個 還有牛肉 然後混在一起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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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乒乓球這樣彈彈彈 而且它真的吃下去 噴水嗎 因為它的肉汁真的很多 所以就好像噴尿這樣子 噴 啾出來 那個叫沙尿牛丸 可是這樣講就覺得很過癮喔 沙尿牛丸 整個嘴都是尿 肉汁 肉汁 好 各國民不福食的 接下來料理 第一道 墨西哥肉醬 為什麼 這個還好嗎 這很正常 好嗎 聽起來還好喔 這個 這個墨西哥肉醬 那個 英文跟西班牙文叫chili 我發現美國有一些地區 他們加的肉 因為你可以加 你想加什麼肉都可以 但有的地方他們加的肉 是一個會嚇人的肉 蛤 對 美國南方有一種動物 它叫做海鯉鼠 喔 海鯉鼠 對 它就這樣這樣子 它很香是不是 好可愛喔 對 可是它會吃當地的植物 然後它也不是那邊當地的動物 外來的 所以它在破壞他們的環境 所以他們的政府 之前有鼓勵那邊的市民 或者州民說 那你就料理它好嗎 所以他們就在那邊開始 用烤的啊 好大隻 然後後來他們也發明了 它的墨西哥肉醬 就是用它的肉 所以你去牛澳梁 或者南方那邊 你就好好吃 因為他們那邊的東西 是非常好吃沒錯 但你要小心 台灣的牛澳梁餐廳 不可能會賣這個 可是你去美國的話 你要小心 我懂圖家剛剛那個青蛙的感覺 今天跟你抱歉 對不起 但其他的墨西哥肉醬是好吃的 一定要吃那個是好吃 美國人好殘忍喔 而且吃薯的國家好像蠻多 像蜜乳好像就有吃 蜜乳最有名的國民料理 有去蜜乳的人 像李有去過對不對 蜜乳很有名就是吃 他們超出盤子了 對 其實像法國會吃兔子 的概念是一樣 所以它的其實經濟效益是很高的 所以那邊其實很容易吃到 烤天竹鼠 那我覺得好不好吃 就是其實看店家的功力 所以它的肉質吃起來是像豬 其實有時候是吃它皮 這種脆脆的 像烤乳豬一樣 但肉的部分我覺得就是 我自己吃是比較乾的雞肉 我的印象中是這樣子 都是像雞肉 所以比較乾的雞肉 但蜜乳好像不只這個是 還有別的 蜜乳其實很多 蜜乳還有吃像羊駝肉 對 但我覺得 羊駝那麼的羊駝肉 它的羊駝太多了 但講到蜜乳覺得最可怕的 應該是它的 青蛙汁 對 青蛙汁 我們有特別去找 可是我們那時候沒有找到 因為它 它就是生青蛙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看 他們有很多果汁攤 然後我們去找的時候 因為青蛙汁通常是會有一個養殖池 放在那邊 然後裡面都是活的青蛙 你跟它就是說 我要一杯青蛙汁 它就把活的青蛙拿出來 然後把它打昏 然後直接生剝皮 然後拿去水裡面這樣過一下 然後直接丟到果汁機裡面 而且它有青蛙加水 或是青蛙你可以加水果 或是胡蘿蔔 或是青蛙你可以加蜜乳那個馬卡 是不是 其實它的原理是說 青蛙可以撞羊 所以 很多東西都可以撞羊 它就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為了撞羊而來 如果是的話 它會加很多生雞蛋 所以其實它沒有一定的味道 就是有很多種 而且它那種青蛙 也不是隨便的那種路邊的青蛙 它是有特定種 我們叫什麼滴滴哥哥蛙 當地的那種蛙才行 那種蛙最壯陽最有效 對他們來講是這樣子 對 好 好 接下來第二個 然後看下一歌 雞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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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雞尾包是我的 香港 絲襪奶茶沒有絲襪嘛 那冰火 菠蘿油 也沒有菠蘿 沒有火 也沒有其他 對啊 沒有火 那我們還有很多 其實名字跟食物不太一樣的 就像這個 這個就是雞尾包 這個不是剛剛那個雞屁股做的麵包 因為聽說說以前香港50年代 那個物資比較缺乏的時候 有很多那個麵包賣不出去 那是師傅有捨不得把它丟掉 所以就把那些賣不出去的麵包揉碎 然後加一些糖 重新再做一個新的麵包賣出去 那就比較節省一點 那他的名字為什麼叫雞尾包呢 就有點像英文那個雞尾酒 不同的酒類 然後再加不同的水果 然後變成這樣子的一個麵包 然後加那個椰絲 所以是甜甜的麵包 這個麵包其實是香港人日常 我們會吃得到的麵包 就很普通 就跟飲茶會點到那個燒賣啊 蝦餃一樣的普遍 所以他的名字雖然是叫雞尾包 可是沒有雞 也沒有雞 我都沒看過這個耶 我也沒看過 我也沒看過 這好難聯想 他旁邊這個是一些椰絲 然後糖這樣子放進去 應該現在的雞尾包 茶餐廳都會有嗎 茶餐廳有一些茶 好 接下來第三個 卡卡卡 對 這個是 卡打卡 這是巴基斯坦的一個料理 那請問店法是 卡卡... 我現在也可以 你是不是假號 他是一種聲音 你們可以猜猜看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料理 是肉嗎 鐵板 肉餅 對 他是肉類的料理 我覺得會不會跟那個 沙威嘛 有一點像 沒有 有一點 它其實可以看到 它其實長得像這樣子 用炒的 對 然後呢 這邊它就是有一些醬料類 然後還有奶油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是 蝸牛嗎 這個是 羊的心臟 對 就是這一道料理 它就是結合所有的 就是羊雜或牛雜 用切的 然後呢 跟香料一起去炒 所以它那個聲音 就是它在切它的時候 所以剁碎之後 就是你旁邊那個紅紅 對 然後就會把它混合在一起 然後呢 最後就會變成像這樣子的咖哩 那是咖哩啊 就是一道菜這樣 可是它因為香料很多 它就後面是 全部都是切碎的 對 絞肉了絞肉 而且是像麻婆豆腐 而且有時候還會加 沒有豆腐的麻婆豆腐 羊腦或牛腦 羊腦 太補了 對 都是屬於內臟 你們會配餅還是 對 會配餅一起吃這樣子 這在台灣應該沒有吧 台灣沒有 台灣吃不到 可是我真的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吃 所以有時候到異國去吃到 好吃的東西 我覺得你就先吃再說 先吃再說 有緣的話 你在此生會知道 吃到太多你會怕 對 真的 好 下一題四個 蛤 女王爽子 女王爽子 對 土家 不要切女生的手收 這應該是野生的 另外一個手吧 我給你們看 這個是在土耳其 剛剛我們說的女王 手指 女王的手指好多喔 這個是一種甜點 在土耳其 一種甜點很有名的 可是很多外國人說 欸 這個哪裡像 女王的手指嗎 之後我們的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很爽名 他們變成說這樣的 手指 這也就像餃子 也不用這樣 還是一種餃子 他拿來的手指 那是餃子 這個不太像真的了吧 有點 很難吃下去 用的東西 養的甜點 很甜的 土耳其人常常用 這樣的奇怪的名字 還是麵 餅乾 那我問你們 這個是什麼 水餃嗎 腦嗎 不是 這個是 女生的 嘴唇 嚇死我了 我以為她要說哪裡 我們說美女嘴唇 這個也有點重 甜甜的 因為是土耳其人 很喜歡漂亮的女生 所以我們甜甜的名字 都是女生的名字 我們的嘴唇不是長這樣的嗎 土耳其人嗎 土耳其人不是 你等一下 你們漂亮的 妮蔻的嘴唇 這個是你漂亮的水準嗎 標準漂亮是這種的 這是妮蔻的流嗎 請問美女 她們的比較大尺寸嗎 你們不知道 安吉利納這裡嗎 她的是大尺寸 對 她會標準 嘴唇是大的 沒錯 可是她沒有這樣子 請問這個是一種吃的東西 她也叫我們台灣的拔杯 對 那個 Jenny你是覺得 它好像別的東西是不是 對 別的嘴 別的唇啊 我們的目的是不是這個啦 這個 真的比較像 我印象那種 卡子打得太嚴重 像海鮮 重點是一個甜點 我也覺得比較像 好像法語 還有你們猜猜看 這個是美女的哪裡 哪裡 又是美女 胸部 肚臍 胸部 肚臍 美女的肚臍 因為是特製人 真的很喜歡美女嘛 所以我們的甜點的名字 都是女生的美女的名字 那為什麼沒有帥哥的肚臍 對啊 因為是帥哥沒有那麼甜吧 所以女王手指 只是一系列的其中一個而已 對 好 看下一個 髒雞 哪個國家咧 對 其實是我們 其實是我們的一個很特別 大家都愛吃的東西 但是它其實它這個名稱跟藏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它只是很多東西放在一個 那它是雞嗎 它是雞 對 但是我們會把香蕉 其實不是香蕉 是planting 我也不知道它 芭蕉嗎 芭蕉 就是很像培樹跳的感覺 然後裡面會放一些紫色的高麗菜 然後那個雞為什麼是髒的 因為裡面會有很多醬料 反正這個東西超不健康的 而且它的豬肉 超不健康才好吃 對 所以才髒 你看 它是怎麼炸的 對 一個很大的網盤 然後炸了很多雞 對 但是其實這個意思 我覺得 我覺得它很不健康 沒錯 但是它也看起來不是不敢吃 它裡面的過程也還好啦 只是炸雞而已 可是你吃了之後 整個人會變髒髒的這樣 就是手啊 或是臉啊 對 你的手會很髒 對 好的 來 接下來 這個 炸貴族 這都是吃人的 這個 如果小吃 其實這個我真的要很鄭重的 慎重的 嚴肅的跟大家介紹 是炸你嗎 你以為你就是貴族嗎 我不像他可以炸肚脊 炸手指頭 我身上沒什麼東西可以炸 可是就是說這個是我去泰國吃的 其實這一道菜 大家看起來沒什麼 感覺很好吃 對啊 很可口 炸地瓜 炸魷魚什麼的 可是這一道菜其實是非常補的 其實這一道菜 其實它可以養人美容 那它是用一種昆蟲去做的 然後如果你去泰國很多市場 你都可以看得到它 其實它是用這種蟲的勇 然後去炸 然後就是我朋友就說 這沒什麼 這沒什麼特別 你就是把它當作鵝 今天吃了算了 我就吃了 結果我一咬 天啊 那咬下去 然後整個汁 就從我嘴巴這樣噴出來 然後噴出來 還是純白色 很補白色 是要天蠶的 一噴出來以後 我當場就覺得好像不太對勁 後來我問它說 這到底用什麼做的 然後就是說用勇 蠶的勇 然後是它還馬上指給我看 說旁邊那一盤 就是還在爬著這樣 我為了這個 我馬上喝很多瓶可樂 然後很多那種酒 所以它是會有腥味或是一些 也沒有 可是光蟲這件事情 你就會怕 就讓你驚悚到 你已經忘記它是什麼味道 他們有從你的嘴巴裡面爬出來嗎 太恐怖了 當地美食 好 接下來下一個 卡蘇 馬蘇 起司 正常一點 這個超像 大國 大國 看其他是真宗的起司 對啊 沒什麼 在南法有一個法國的道叫 柯西 柯西家道 對 然後只有在那邊 可以賣得到那個起司 因為別的地方是不合法的 真的喔 不合法 不合法 這個起司比一般的起司很不一樣 第一個是它們用羊乳做的 然後它的 然後它的發酵的方法 跟一般的起司很不一樣 是 它們會讓那個 常癮在裡面放它們的蛋 在裡面 對 生軟 對 對 所以過一段時間 那個蛋會出生 那個蟲會出生 對 對 然後這裡面的起司 是 然後在那個起司裡面 慢慢長大 所以你吃那個起司的時候 你要小麵的切開 然後那個蓋子拿起來 然後那個湯吃 然後妮娜的時候 裡面都是活的蟲蟲 都會一舉一舉動 好滋補喔 像這樣 這個都是蟲蟲 真的好噁心 蟲這麼多 那起司在哪裡啊 都不要吃 它就爬在裡面 會吃掉了 當然就是一麵包 所以你要先那一個麵包 然後塗在上面 所以那個麵包 所以那個麵包 你塗上去的時候 蟲就被你壓扁了嗎 活生真的 沒有 它們還會 牆上的蟲蟲 走 活生真的 但是你吃的時候 你一定要這樣子 眼睛閉起來 因為它會彈起來 不是因為很可怕 是因為它們會跳 然後它們可以跳到15公分 有很多人 它們吃了之後 有拉肚子 然後流血 一直塗 所以竹圓 然後後來 法國覺得太危險 所以歐洲最近那個 其實不可以賣 所以它迷人的地方 是它的味道很好嗎 口感很特別 口感很特別 一定很特別 因為是蟲 對啊 吃起來很刺激 所以柯西家島在那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是合法 其他地方是不能賣的 以前是有合法 現在是不合法 對 現在都不合法 有一些人會偷偷賣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 活豬子 眼珠啊 活豬子 是不是聽起來很正常 沒有 聽起來很正常一點 跟豬子有什麼誤會 活這個字很可怕 這個跟豬子沒有什麼關係 但它也是不是活的 它是長這樣 好不甘 跟鴨仔蛋嗎 它跟鴨仔蛋不一樣 它是放進去 還是它原本就這樣 它原本就是這樣 蛋打開就這樣子 它是雞嗎 它是雞 對 雞的童年 雞的童年嗎 來不及長大的雞 它沒有長成雞 因為這個是那個 雞仔蛋 對 這個是那個 要嚇一跳 是雞 就是它在敷 就是蛋在敷成雞的過程當中 差不多七到十二天的時候 然後那個就是形成這樣 然後它沒有長毛 因為很多有一些 它就是大一點了 那個雞就會慢慢長 骨頭也有了 對 長毛 但是還沒有到長毛的階段 然後就是有蛋 然後有那個雞的雛形出來 差不多七到十二天的這個形狀 然後 是生的嗎 是熟的 蒸起來 蒸著吃 因為清蒸 對 我不管它是生的 是生的 它都很可怕 因為它有那個形狀 很香 它非 妳有吃過嗎 我沒有吃過 但是我聞過 因為之前就是 就在南方比較的多 之前就是我們家樓下 有在賣這個東西 妳家樓下 它那個香味是 我住很高的樓 都能夠聞到那個香味 有比七里香還香嗎 比七里香香太多了 它的香味是像 炸雞 這種 進入妳靈魂的香味 怎麼可能 就好不確實 太可怕 這什麼樣子 這不見到妳靈魂的香味 真的 就是我現在 消魂就對了 對 消魂 妳不敢吃皮蛋 妳敢吃這個蛋 對啊 這個香味實在是受不了 因為它這個香味 實在是太香了 但是我知道 它長這樣的話 我也不敢吃 但是我可以聞那個香味 很香很慘 OK 好 那台灣呢 有沒有 妳們吃過什麼 妳覺得很奇怪的食物 有 就是這個 難吃到是靈魂要出來了 對 就是鹹豆漿 鹹豆漿很OK啊 不行 我知道它是 傳統的台灣美食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我朋友 要加蛋 加醋 炸辣椒油 然後裡面的 看到有一個好像 衛生紙在飄服的感覺 因為它好像是加了一個醋 所以它會拌油庫 你吃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臭 你還沒吃 你光右眼看 你靈魂就要觸笑了 就要飛出來 因為你會覺得那個是 噴的感覺 你沒吃過噴 你怎麼知道噴的感覺 它鹹豆漿有很多粉絲 真的 真的嗎 可是我也不行 我也不行 因為它都是好好的一個甜的 應該是甜的豆漿 豆花 你幹嘛要把它放菜 菜泡 不是 你把它當成豆腐 對啊 豆腐又是 可是它上面就很像衛生紙 放在那個湯裡面 輕輕的 漂又輕輕的 腐皮吧 這樣腐皮 對啊 衛生皮 我覺得剛剛這樣講 就是看起來跟吃起來 就是你會覺得 這個就是不符合一個 應該吃的東西 是 對 就是鹵筍汁 怎麼玩汁 對 鹵筍是怎麼了 鹵筍是怎麼了 汁 你怎麼拿蔬菜來做汁 很怪 而且還要做到鐵罐裡 而且鹵筍為什麼要炸成汁 鹵筍為什麼要炸成汁 你們會吃喝芹菜汁 紅蘿蔔也有汁 就是很少 芹菜也有汁 人生都是 一般都是在家裡做就好了 可是就 我也知道 人家也會用蔬菜來做汁 可是通常都是為了健康 然後就是為了 就是在家裡自己打一些 有的美的東西在裡面 但這個鹵筍汁在台灣 就是在賣 人家在賣 你去參加人家的婚禮 他們就 我們來我們的那個賣茶 我們來一些酒 還有我們的鹵筍汁 What the 而且可以賣那麼久 大家都有 可以試喝一下 試喝一下鹵筍汁 這個我們小時候 就在喝得很甜甜的 就是這個味道 好奇怪 你知道我這個的上一個回憶 是我有一次做遊覽車 我同學請我喝一杯鹵筍汁 然後我就吐出來了 為什麼 好奇怪 不會啊 我們小時候超愛喝鹵筍汁 真的喔 特別喜歡放在鐵罐裡面 對 因為喝的時候還有點 生鏽的味道 我就是不喜歡那個鐵罐味 但是那罐子上的妹真漂亮 因為紅色有衣的 而且它都不會老 真的 我覺得對我來說最奇怪的地方 是因為像我在美國很喜歡喝蕃茄汁 但台灣的蕃茄汁我不喝 我不喝 因為台灣的蕃茄汁是甜的 對 然後蕃茄汁對我來說一樣是鹹的才好喝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所以今天真的介紹了很多 台灣名不符合的料理 還有各國 對 看似可怕但真可怕 相信今天的觀眾 應該都沒有吃宵夜吧 對 今天可以安心好好去睡覺囉 OK 今天謝謝老闆娘 謝謝 謝謝 咖啡 今天會不會再次見 拜拜 要記得喔 幫我們訂閱喔 還有按讚喔 還有開啟小鈴鐺啦 Oh my god 是不是